我了 對 妳要這麼華麗嗎 我們走台步 定磅 三立最新行腳節目 出發吧女孩 阿樂 芳雲 芝芝 三人身為全民性運動會學姐 出發應援第三季 最顯眼的就是 發現一個炎蒂生 有 對 有一個炎蒂生 然後還穿藍色的 不是那麼舒服 我們一去就先 注意大家特別顯眼的這樣子 就明明淺姐跟老大在我們面前 但我們卻先注意到了小玉哥 然後我們把第一個漢堡給了她 對 然後她還說 這個是不是有刻意放毒啊 還是什麼的 也是希望她能好好的在第三季 第三季可以訂閱 對 不要在哪裡受傷 第三季的話比較還好 因為可能還是有點隔代差距 但是像那時候 我們最近有一次回程 然後芳雲也有打給浩哥 剛好也有在外景 然後我們就有做一個就是交流 對 所以其實跟第一季的大家 還有在聯繫小學 都還是有繼續在聯繫 其實應該是說第二季 我們可能會比較了解多一點 因為像阿樂說 還是會有一些隔代的距離 對 大概是第二季 會跟第三季比較熟悉一點 比較親切 那我們跟第二季比較親切 看見台灣美景 即興唱出輕鬆的旋律 讓大家感受旅遊的樂趣 都是即興 然後到了當地 因應的大自然就覺得 好像可以來唱一段 然後因為阿樂的小提琴能力也非常好 然後可以直接搭上來 然後再加上我又就是 芳雲有可以節奏組 就剛好我們的分配工作都蠻明顯的 然後就覺得即興 好像就可以記錄一下當下的感受 對 所以如果真的不小心 拉錯幾個音的話 請大家多多見諒 我覺得有機會的話 我們也可以統整我們整趟 每一次旅行的感受 然後或許可以做成一個 我們屬於我們三叉遊的歌 三叉遊 對 我們是 三叉遊主題曲 今天剛取的新名 三叉遊 我們是到早上在舒嬅間的時候 才想到 三叉遊 然後遊就是各代表我們不同的意義 對 然後三是我們三個人 然後叉就是一個成語的概念 不僅主持新女團 阿樂 芳雲 智智 還要用活力帶給各位全新體驗 就別忘了鎖定 每週四晚上十點半 再三立台灣台播出的 出發吧 女孩囉 完全娛樂 053採訪報導 恭喜完全娛樂 YouTube訂閱 兩百萬 兩百萬 首創電視與新媒體 並行的娛樂節目 YouTube頻道訂閱人次 突破兩百萬 是台灣地區前十大YouTube頻道 位居台灣電視節目類頻道冠軍 希望完全娛樂 多照顧娛樂體驗 然後大家也多照顧完全娛樂 謝謝完全娛樂對我的照顧 最及時 最豐富 最有趣 最不能錯過 完全娛樂 觀眾與藝人最信賴的娛樂品牌 讓你無時無刻完全娛樂